盖掌搜尋 十月 黃河水自閘門奔湧而出 冰夏印黃冠區為期一個月的冬冠工作 正式拉開帷幕 冬冠 這是場一年一次的盛世 湖谷河水流進農田 在土壤中積蓄 不僅保留了田地的養分 更是為冠區492萬畝農田俗水 賽上江南的風光 從這裡開始 桌布浩浩浩東京 今來古往無終極 黃河之水自昆崙東北滔滔流出 晴天更地 在臨近雞字形的彎道處 與寧夏平原相遇 造就了一場 關於人與水的美好故事 在這裡 黃河水收斂了他激傲不遜的野性 變得溫柔纏綿 他依偎著賀蘭山的走勢 將攜帶的泥沙和養分留在山下 山河並行間是沃土良田的富饒景象 黃河流津九省區 寧夏是唯一全境屬於黃河流域的省份 南部是黃河支流清水河滋養的郁郁森林 北部是黃河主流造就的漁米之鄉 千年的華夏文明 循著黃河水貫穿寧夏平原 寧夏平原南高北低形成适度坡降 黃河流過 睿智的古人利用山羽河的優勢 在這裡修取飲水 秦渠漢渠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水渠 開啟了寧夏平原無霸飲水的歷史 從此農耕文明的種子在寧夏扎根 秦漢之後的兩千多年時間裡 引黃河之水灌改農田 成為人類在這片土地上的生計之文 時光耕替大河長流 千年前的古渠依然緩緩流淌 會則眾生 縱橫交錯的水渠 就像流淌在寧夏大地上的一條條血管 將生命般的黃河水 一寸寸注入寧夏每一片土地 讓乾旱少雨的寧夏平原獲得了薄薄生機 河湖密布 稻花飄香 這是人類與大自然互動的奇妙景觀 是人類的偉大遺產 2017年10月10日 寧夏引黃谷貫區正式列入世界灌改工程遺產名錄 成為黃河幹流上的首個世界灌改工程遺產 這座位於青銅峽峽口的水利樞紐 建成於1978年 它結束了寧夏平原兩千多年來 無霸飲水的灌溉歷史 寧夏印黃灌溉面積 也從建國出的150萬畝 擴大到現在的900億萬畝 成為全國文產高產的商品糧基地 和漢老保收的西北糧倉 今日寧夏 黃河水捲起新時代的浪潮 田野間 枸杞鮮嫩綠滴 山腳下 葡萄芳香甘甜 牛羊飲著黃河水 遊人徜徜河岸邊 魚介游西稻田間 稻花香里 說風年 寧夏九大產業協同發展 尋著先輩開拓者的腳步 共住心中美好家園 風年 通常 市場 河水 風年 風年 五年 風年 風年 風年